行政月26號上午主持著直轄市 縣市首長災害防救交流分享座談會 除了災害防治經驗交流 地址與防災科技專家李希替教授 也提出台灣受到颱風、地震、土石流等複合式災害 是受災人口比例最高的國家 建議中央到地方先提前做好防災作業工程 根據世界銀行2005年的指出 台灣同時曝露於三項以上天然災害之獨立面積 面臨災害威脅的人口 經為73% 世界第一 台灣是全世界曝顯土地面積的比例 以可能受災人口比例最高的國家 除了這三項天然災害 加上全球暖化集團氣候 學者認為大規模複合型天然災害 將成為台灣 甚至是全球未來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 加上日前高雄氣爆事件 凸顯都市瓦斯管線配置問題 提出必須納入地方政府 首要加強的災害防備工作 一個我特別要強調的就是 都市的瓦斯管線 自動紫樓法的設置 因為我們小時候在紀念上 1923年的東京大地震 1906年的舊金山大地震 都死亡了超過10萬人 它那麼大災害主要都是因為地震之後 都市火災 那些災害主要都是因為 瓦斯管線漏出來的 中央與地方政府除了落實防災教育及演練 學者認為備援道路預先規劃也很重要 中央政府也應提出完善的國土規劃 提升防災科技 讓災害防治有效跨領域整合 災害防救監測資訊要公開透明 好提高救災效率 記者10556輪台北市采訪報導